我们现在要明确的一点知道就是说蓝图这个blueprint不是扩展 是flask里面就自带的核心的内容当中 那flask里面再去解决刚才我们所说的要想去拆分模块 然后呢还要这个模块里面自成一套体系 最终再归进来 它是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再看一下课件当中给我们提供了它对应的一种机制 它的蓝图的这种机制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说我们在一开始去构建好一个蓝图之后呢 它就有了自己的实力范围了 然后呢在这个蓝图当中 我们在一个蓝图的内部使用蓝图所提供的这个road 这个装饰器定义了一个试图函数之后 然后紧接下来这个试图函数所对应的这个路径 它保存到哪呢 并不是立即保存到这个全局的urlmap当中了 而是保存到哪呢 它现在暂时是由这个蓝图去维护的 蓝图会去记录了一下 当前在这个小的实力范围当中都有哪些路径 对应的它所将用的这个试图函数是谁 如果在这里面还有的话 那通通的这些东西全都是注册给这个蓝图了 所以呢 它相当于在蓝图当中去维护着那么一个列表 叫做什么东西呢 叫做defered这样的一个function 它是在蓝图里面去维护着一个暂时存储的一个应用性关系 然后日后什么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蓝图放到的主的应用程序当中 通过regester blueprint方式注册进来的时候 这时候呢 才相当于是APP里面的这个regester这个blueprint方法呢 会去对应的这个蓝图当中去找之前它所维护的那个小范围里面的 这样的一种路径跟适合的对应关系 它把这种关系找到之后呢 再把那种关系统统的一次性保存到全局APP里面的URR买码当中 所以相当于它保存到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最终在回过回来去用的时候呢 就能够发现在全局的整个路由里面呢 都有了这种对应关系了 不仅包含APP里面自带的 还包含它从蓝图里面所读取过来的那些个路径信息了 所以这是关于在这段当中所去说过的问题了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是延迟加载了 延迟加载的话就相当于是在定义蓝图的时候呢 暂时先由蓝图把路由跟这个函数绑定到一起 然后什么时候去用 什么时候呢 再让APP从这个蓝图当中把它所占成的那个信息 读取过来 封装到放到了它整个的这个麦图当中 然后呢放到整个麦图里面呢 我们才能够去进行相对应的实用 这是关于它所去实现的蓝图的一种机制的理解 好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去说一下 说一名一点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大家去想在Jungle里面 我们所定义的每一个APP 最终在去访问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在APP当中 所去定义的一个URPY之外 还会有个前缀吧 还有印象吗 还有印象吗 就相当于我们所去定义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定义的是一个订单模块 在订单模块当中 我对应于每个视图还说是不定义了 相对应的路由跟它的函数啊 而最终在访问的时候 我们知道了 每一个小的APP 我实际上是不是还可以给你设置过 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前缀啊 Odors 然后再加上Guy的Odors 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吧 你用户的话 你可能有一个用户的Use作为前缀 商品可能会有一个Goose作为前缀吧 是这样的方式吧 那蓝图也是有 它也是支持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它也可以给你整个蓝图 划分一个小的势力范围 前缀的话 以蓝图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放到哪呢 它是放到这个ment当中了 我在这个主的APP在进行注册的时候 除了能够传出这样一点参数之外 还能再传一个参数 还能再传一个参数 传一个什么参数呢 我在后面的话 可以给你补充上一个叫做URL prefix Prefix代表前缀的意思 就相当于给你这个蓝图访问的时候呢 给你添加上一个前缀信息 那这个前缀信息的话 就由我们自己来进行定义了 比如说它是定单模式 那我给它就叫做斜线Odors作为前缀 作为前缀 那接下来我再去访问这应的 这个蓝图里面的这个路径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它是前缀再加上它了 所以呢咱们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我们让这个地方给你停一下 然后呢重新启动一下 你再来看一下 我给对应的刚才那个APPOdors 给你这个蓝图 添加这个前缀之后 对应的这条路由这个信息 是不是又是前缀再加上试图的那个路径了呀 对吧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你这个蓝图 有了一个整体的前缀概念 凡是在蓝图当中的话 通通的都是在这个前缀之下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怎么去理解呢 比如说我给这个蓝图当中 再来去添加一个视图函数 叫谁呢 还是APPOdors 然后比如说Od Od当中呢 比如说现在是提交定单 就是把它叫做PostOdors 然后再给它定义出来 PostOdors 放到这 比如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对应的是PostOdors Page 我现在相当于 是不是又给蓝图添加了一个对应的视图函数啊 那我回过回来 再来去看一下 让程序重新运行 我刚才定义定居的蓝图的函数呢 还是拿PostOdors 但是最终C到整个APP里面的时候 你看一下PostOdors实际上又有一前缀啊 都是Odors 所以同一个蓝图的话 如果给它添加了一个URL prefix的话 都会以这个作为访问的路径的前缀了 这是关于这一点点 那你现在再来去理解 我说这个蓝图是跟张国里面的APP很对应的话 能理解这个过程吗 张国里面APP能加前缀 这里面也能去加前缀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来去把它说 那张国里面的小的APP 它是以目录的形式去存在的吧 那我们现在这个蓝图 能不能以目录的形式去存在 然后呢 里面会维护着对应的什么相应的 这个模板目录啊 或者静态目录啊 或者Models啊 自成一套体系 能不能行呢 也是能行的 咱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做呢 那我再定一个新的模块 定一个新的蓝图 比如说把它东西 咱们以目录的形式来进定义 那好了 我在这里面直接去创建一个目录 比如说这个目录的话 咱们现在关于订单呀 商品都有 我把它叫做看吧 购物车这个东西 购物车也是一个模块 那我就给它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说了 要让它作为一个整个蓝图的概念 它实际上是一个目录 所以呢 我把它得变成一个包的东西来存在 所以呢 我们给它去补充上一个资源的文件 下方线下方线 init 让它以包的形式来存在 以包的形式来存在的话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我在闷当中 直接去导入某个模块 和导入某个蓝图的时候呢 都是以这个CART 包名 目录名而存在的 那你再来看一下 既然是包名 是一个目录名 它是一个同龄者 我在去创建蓝图的时候 我放到哪 何事呢 实际上就放到了 包名的初始化里面去做了 因为我知道 实际上一个目录存在之后 给它补充上init 它就一个包吧 我只要去导入这个包的时候 这个包是不是相当于 会去执行一下init的方法啊 就跟我们把这个包理解为一个类 类里面去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 还有一个init的方法 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包目录名呢 它就相当于可以是一个类名 里面呢 会有一个init的方法 你在去导包的时候呢 这个init的方法会被自动的去执行 所以我们以目录的方式 来进行管理一个蓝图的时候 这个蓝图在哪定义呢 就在这个目录的初始化文件当中 来进行定义 所以看一下 这个初始化文件就派上用场了 所以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先定义了这样的一个模块 它是cut 最终呢 我要把它当作一个蓝图来存在 所以我在这它的初始化文件当中呢 去定义 那从flask当中 importblueprint blueprint导入进来 导入进来之后的话 我比如说当前的这个模块是谁呢 它是购物车模块 把它叫做app.crt 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的话 我要去创建一个对应的蓝图 创建蓝图的时候呢 还要给蓝图去起一个名字 就相当于给这个模块起一个小的名字 它是谁呢 比如说就叫做app.crt 其他 然后的话 刚才说了 构建蓝图的时候 是不是还给它塞一个模块名 作为它的一个寻找目录的名字啊 所以 刚刚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相当于在这里面呢 创建了一个蓝图 创建了一个蓝图 创建一个蓝图之后的话 那好了 整个这个crt呢 它相当于运行在哪个范图之内呢 都是这个app.crt 这个蓝图范图之内 所以现在自成一套体系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谁呢 我可以把视图文件定义在这里面来 比如说 就把它叫做wills.py 我这里面去定义视图 然后呢 这个小模块里面呢 可能还会有目录 比如说time place目录 这个模板目录 time place目录 然后呢 可能还会有什么东西呢 还会有相对应的 静态文件目录 我自带几个 通通的都给你放到这 这里面的话 它相当于是不是相当于是 这个麻雀最小的五将俱全了 自成一套体系 里面的结构都完整 你如果在这里面还想用到什么东西呢 通通的都往这补充就可以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我按照这种形式去定义的时候 我可以给它补充一个十度函数了吧 那我就给它放到wills这里面来 给它放到这里面来 放到这里面来的话 那我开始去定义一个十度函数 比如说这是购物车模块 那咱们怎么去做呢 要去定义一个购物车的东西 比如说咱们定义的就是get card 放到这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这个时候这个十度函数 实际上还得有down in的这个路径啊 路径是谁啊 我是不是得通过蓝图的方式 那个装饰器才能够装过来啊 所以咱们得找到蓝图 那说蓝图在哪啊 我从哪找啊 蓝图应该在哪 是不是在这个scark里面来啊 是在当前的这个包当中去存在的吧 那当前这个包怎么去找呢 wills是不是正好是包当中一个存在的东西啊 一元吧 所以如果去找wills存在的包怎么去找呢 直接from点的方式就可以操作 所以就相当于from这个点 点是谁呢 wills存在于哪个模块 点就是谁 所以这个点就相当于是cart吧 就从它 从它里面往外找 我直接相当于from点 以梦炮的往过倒 导什么东西呢 导AV卡的 所以这时候来看一下 我按照这种方式去写的时候 点就是下面的cart的一个同名词 就从这个包当中往外去找 从它往外去找的话 那你看一下cart里面的这个wills 是不是它的一个属性啊 这个刚刚init是不是也是它的属性啊 所以他再去找的话 从这个cart 目录当中去发现去找 我要找的是app cart 结果发现在这个目录结构里面 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的话 他接下来再去哪呢 初始化的时候 init文件里面 是不是会给他补充上去啊 所以你在init文件当中 所列挤出来的这个东西 也是属于cart的一个属性值了 也是它的一元了 所以你在目录里面没找到 回过头来的话 那就相当于在哪找到了呢 就在这个 在这里面 在这目录当中没有找到 我要找init文件当中去找到了 在init文件里面是存在的 所以init文件也是它的原 也能够找到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引过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引入进来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通过 这个appcart里面所对应的 road这样的一个装饰器呢 去进行定义了 比如说把它定义为 这是什么东西呢 getcart定义成这样的路由 定义完这样的一个路由之后 那咱们就可以来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看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还得去 在这里注册一下吧 所以咱们还得去导入一下 从哪呢 从直接去导入cart 从这样的一个包当中去导入 刚才那个蓝图 谁呢 appcart 所以我接下来还得去注册一下 app.rejecture 直接app 然后对应的是card 好 我给它补上一个前缀 url prefix 比如说把它叫做这样的一个card 作为前缀 好 我给它注册进来之后呢 咱们让程序运行一下 看一下最终所对应的这个路由列表里面 有没有给它补上去 我让程序 你看一下 程序之后发现 我已经是不是给它注册了这样的一个card 那个蓝图了 那个响应程序 但是在card里面 我试图里面所定义的这样的一种逻辑 在这个路由列表里面 是不是没有啊 你发现是不是没有啊 原因在于哪 原因在于我们现在还得去理解整个程序的运行过程 我以慢点pyg运行 从上往下去执行 运行到第哪呢 运行到第八行的时候 我相当于是不是要去导入一个蓝图 叫apcard 从哪导入呢 从这个cart当中 从这个包当中去找 所以他一找这个包的话 先做什么工作呢 先去执行cart里面的inite方法 先去执行它 所以呢 他会先在这里面 把整个程序代码执行一遍 所以这时候相当于 已经创建出来一个蓝图了吧 创建出来一个蓝图之后 回货出来再来看一下 你要导的是谁呢 是appcard的 所以他在相当于看一下 cart当中 目录里面没有 但是你的文件当中 是刚才已经被创建出来的 所以就导进来了 导进来之后的话 再往下去走 这里面我去直接把那个蓝图 给你注册进来 好了 注册进来之后呢 再往下走 是不是 从事就一直往下之前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wills有牵扯进来吗 没有吧 因为wills没有牵扯进来 所以就相当于这个视图 这个蓝图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有这个wills的存在 所以最终 你填压到这个整个列表里面的话 也就找不到那个东西了 那你说这时候怎么办 我只要是说 让你这个蓝图 这个CERT卡的这个包 在被导入 在被别人去使用的时候 只要你一使用 我让你知道 这段代码被过过一遍 让人看到过一遍 是不是就相当于会知道 有他的存在了 所以放到哪呢 那我给你放到 营特文件的东西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营特文件 是在什么时候被执行的呢 只要有人去导入 CERT这个包 导入这个CERT的包 那他这个营特文件 就会被执行 所以我就在你的一遍的文件被执行的时候 我让你发现 会有这个未有视图的存在 所以呢 咱们在那里面直接去写一下 是在这个执行的时候 在你 init文件被执行的时候 然后呢 填充 什么 把这个 把视图 加载进来 让蓝图与应用程序 知道有视图的存在 那先来看一下 怎么去做呢 咱们是不是要去导入进来就可以了 导入进来的话 就直接从哪呢 我从from应该在哪 我当前是在这个模块范围之内 去执行操作的吧 init文件吧 我是在这个init文件当中进行操作 所以相当于是当前的这个模块 当时去操作了 那视图是在哪 是在当前模块里面的vils里面存在的吧 对吧 所以当前模块怎么去操作 我在模块之内 还要去获取当前模块 是不是可以通过点的方式啊 点就代表当前模块 是谁呢 CRT 当前模块是放在哪里面有视图呢 是不是vils里面有视图啊 所以我可以通过点vils的方式 直接去给你往过导 通过这样方式的话 相当于就 以这个点找到CRT 再以CRT呢 找到vils 通过这样方式呢 找到视图 我通过它里面呢 直接去导入 导入谁呢 我刚在视图里面 写过什么东西 写过这个函数 那我直接给你导入到这个函数里面来 往过一导 就相当于让别人知道了 有这个get card的存在 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回过头来 就加了这一句话 让程序再来去运行 你再来看一下 CRT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就有了呀 对吧 这个购物车里面东西 就已经知道了 有get card它的存在 它是谁呢 是这个app card的蓝图里面的get card 是它的